大家好,今天来分享最近上的仙剑IP手游 玩了几年才大概了解这游戏怎么玩 今天聊到新潮要注意什么 以我们先来看看主流队伍怎么配 其实看看鼻鼓排名就知道 通常课长们都是玩雷队 而雷的主C会是凌儿再来是雷逍遥 队伍方面养成绝对不要是平均练 一定要先练一只主输出 练满再练第二只 其他最低标就可以了 凌儿能称主C主要是因为 他的绝招可以对敌方全体打除九段伤害 队伍属性组合 同系越多羁绊加成越多 但不可能全玩同系队 不然资源会不够升心哦 像我们服的第一名是三雷一风一水一阴阳 接下来看第二名的队伍 他也是雷队主C灵儿 三雷一土一水一阴阳 接着看第三名 他是雷队带火毒 火毒就是火阿努火星旋土星旋即为火毒 这三个都是挂毒走持续伤害类的 重点是火毒会叠加 只要上到状态那伤害真的很可观 而且火毒这三个都是打全体的 只要撑得越久可以把敌人拖到死 我参考路板分享角色的强度 黑色是普通橙角 橙色是稀有橙角 如果是维克我建议以推图PVE为主 这样玩起来会比较舒服 其中土星玄华阿努又是比较好抽 所以火毒会比较容易成型喔 火队后期会做的西二角色火七七 前几可以先用火星旋顶着用 另外就有两只平民神角 他们都是直卡 无克为克必恋 这两只在推图都非常好用 有时候推图只是差一点就会赢 有这两只可以赌几率来赢喔 讲这么多来看看我的队伍吧 我目前就是阿努是主C 再来是两只星旋 彩翼看雷元哥是辅助 李大娘纯粹就是高兴就上他 第一赛季我认为什么高兴就上什么 就算没羁绊没加成也没有关系喔 我这个组合就没有什么羁绊可言 打个一局来看看 对方是有三雷羁绊 可以加10%生命和10%攻击 你们会倒霉的 变成就中了 你变得脾氧了 一ão的鼠羊那 你变得脾氧了 变得脾氧了 宽帅的最组合 你变得脾氧了 是在脾氧了 你变得脾氧了 中间有出就是 火毒真的很毒欸 2.一定要注意日常任務有沒有解完 這邊是加最多經驗的渠道 所以每天晚上一定要注意有沒有什麼哪個漏掉的 3.開服比拼活動 下面有個培養有理有些人可能會忘記 這邊也是全部都解一解 我只有課月卡都可以全部解完喔 所以其實也不難 4.易捷金欄 這個對於無課或微課非常重要可以免費拿資源的 如果你像我一樣第一天就易捷金欄很容易排名就會很高 每天只要解這幾個任務就可以獲得交水桶和親密度 拿到水桶就可以在這邊交花 交花到一定程度盆栽就會升級就可以拿到對應的獎勵了 這邊領完可以拿蠻多資源的 沒拿會差很多喔 5.好友系統 這也是大家常忽略的 每日可以贈送先緣給好友 同樣的也可以收到對方的先緣 所以一定要把好友租滿 再來就是要定期親好友 你們看我的好友只有一個超過12小時沒上了 我通常會把超過12小時沒上刪掉 再重新在世界屏喊交友 先緣為何重要我們點開商城就知道 只要300先緣可以選一隻五星角 而且可以選屬性 我已經換過一隻了 另外一個增加先緣的方式 就會去主隊副本下面勾助戰 助戰不會耗體力但也拿不到先速出 可是會有先緣喔 打贏一場可以獲得五先緣 一天最多可以拿20先緣 所以如果你夠勤快 五六天可以換一隻五星屬性角 五漏漏時間 一定要定期拿漏漏池 不然會跟W等級差很多喔 六先緣 大概第二或第三天會開啟先緣的系統 如果只是無課或微課 就隨意加個休閒的解忍武 先緣失戀可以拿到很多資源 鐵匠不可以製作裝備給角色穿 這也是加戰力很重要的地方 剛開服只會有兩個活動 開服狂歡和先速塔比拼 七幸運招募 下週會出現幸運招募 所以一定要再開服第一週就屯券 幸運招募一輪是250抽 抽完可以拿一隻指定西游角 如果你第一週沒有存 這活動沒有拿一輪會很吃虧 所以如果券不夠寧願存著 這活動是兩週出一次 八比五大會 能打就打 分數越高可以拿到段位獎勵 每賽季會重算 九世界懸賞 這邊要注意如果有時間一定要打到第一名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寶箱差很多 我只有課月卡 只要避開人潮打 還是可以拿到第一名的寶箱喔 想課一點都不知道課什麼的 可以跟我一樣課至尊月卡 因為八十抽可以再多拿一隻五星角 非常划算 回頭講一下比五大會 每賽季這邊拿滿可以至少換一隻角色 每天在你身到頂記得就來比五一下 你們會倒霉的 居然被我堵死了 又可以領獎勵了 領完這個目前必來到五點九萬可以換一隻了 目前我的火星玄和土星玄都七星 他們升八星只要要兩隻 可是我偏偏只能換一隻也沒辦法升 目前招募就有三隻八雷拼命看連好了 最好來個土星玄 有沒有可能十抽中呢 OK一隻橙色都沒有 再拼個十連抽 欸有成角欸不是保底的 風柴一和水源哥還可以用 會不會中土星玄呢 欸抽卡抽卡想要的真的會滿開心的 趕快到壁國大會商店買一隻土星玄 先合成六星 再把六星吃掉合成八星 讚讚 看來壁國大會名次又可以再往前靠一點了 以上為這禮拜遊玩仙劍的心得分享 仙劍就是玩一個IP懷舊一下 遊玩的也可以留言指教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你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楓我們下次見 等待見 等待見 我們下次見